一个狼狈不堪,恍若丧家之犬的逃兵,仅仅是因为捡到了路边的一套上位军服,就性情大变,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柜子手。 真实世界是如此滑稽,滑稽的让人感到恐惧,人类的权力是如此有趣,一个下三滥竟然也能靠着宣扬伟大领袖的指示,飞荒腾达。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今天介绍一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《冒牌上位》,又名以希特勒的名义。 1945年4月,二战中的纳粹德国已经陷入了不可阻挡的大溃败,大量的纳粹士兵开始从前线撤退回德国本土,军心涣散世气悬无,他们转而成了违祸乡里的逃兵。 为了肃星军技,纳粹成立执法部门追捕这些逃兵,必要时可以直接击毙。 影片开头就上演了这样一场猫鼠游戏,19岁的逃兵永祥儿,被德国执法部门的汽车,狗撵兔子一般追进了森林里,眼见他就要没了踪迹, 追捕他的上尉皮长山,举起狙击枪便要一发致命狙击,可惜枪法不太行,大偏了,永强消失在树林里。 他不知道被追了多久,已经是强奴之末,只好钻进了一棵树根下,好在最终躲过了执法人员的追杀。 随后在逃亡的路上,他遇到了另一个逃兵李大胆,极可难耐的二人决定去老乡家偷点吃地。 他们俩来到了一处农庄,农庄里吊着一个死去的逃兵,这种兵荒马乱的年月,逃兵与土匪无异。 显然这个逃兵也是因为来偷抢东西折在了这里,农场主人把他吊起来,就是为了警示其他逃兵。 李大胆一见这架势,当时就心生退役,而永强觉得这样恰恰说明这里还有吃的,于是两人铤而走险进入农庄。 永强偷东西的时候,惊醒了守卫的农夫,李大胆不忍杀死农夫,夺路而逃,结果没跑出去几步,就死在了欺余农夫的奋差之下。 永强惊恐不已,只好干掉了懒路的农夫,消失在茫茫血液之中。 经此一劫,他更是又惊又怕,击寒交迫,照这样走下去,过不了多久就得吹灯瓦啦。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,他突然发现了一辆陷在泥地里的军车,车内空无一人,留有衣服和不少食品。 恶红眼的他顾不了许多,慈也得当个饱死鬼。 抄起一个苹果,抗刺抗刺就啃了起来,垫饱了肚子之后,他才发现这是一个空军上尉的专车。 随手抄起一下制服,都挂满了军功尖,战功显赫呀。 动了好几天的泳枪,赶忙换上这身制服,没想到除了裤子长点,其他的都挺合身。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,穿着这身整洁的军装,他间接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 正当他臭美的时候,一个老兵突然走来,对着他就是一个大大的敬礼,老兵名叫老田,声称自己和军队走散了,希望永强能收编他入队。 永强强忍着内心的慌乱,没有答话,老田又自告奋勇把陷在泥地里的车挪了出来。 趁着老田挪车的功夫,他收缴了老田的步枪,枪拿到手,才算有了底气。 一番装模作样的盘问后,他同意将老田收编入队,两人启程上路,途中趁老田不注意,永强偷偷取出自己旧衣服里的士兵证,然后把旧衣服丢出窗外,随即露出了晦心的微笑。 权力这种东西,绝对是造物主施加给人类的诅咒。 有的人无比痛恨却又渴望拥有,一旦沾染比吸毒还要上瘾,可等你想要剥离,却早已被他占据灵魂,哪怕是角色扮演,也会被他左右行为。 至此狼狈至极的逃兵摇神一变,成了战拱赫赫的空军上尉。 两人开车来到了一家酒馆,可酒馆并不欢迎他们,显然众多的逃兵作恶,已经让老百姓对这次军装起了戒心。 永强谎称自己就是来惩治逃兵的,老乡们所有因逃兵造成的损失都可以报给他政府会全额赔付。 此话一出刚才还冷眼旁观的时刻们,都又开始高呼元首万岁。 他命令老田去帮助酒馆老板准备晚餐,自己则开始记录时刻们的损失。 厨房里的老田不但一点忙都没绑上,还引起了老板的怀疑,毕竟老田饿了好几天了,哈喇子都快流到人家盘子里了。 永强也好不到哪去,眼睛都快看直了,不过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扮演的身份,强忍恶意,故作优雅,依旧是上位做派,算是暂时糊弄过去了老板。 当天晚上留宿时,老板带着一个因盗窃被活捉的逃兵来见永强,他现在需要为自己的晚餐结账了。 永强看着恶狠狠的农夫们不敢有半分犹豫,果断抵抢枪,结果了士兵。 其实对于老板来说,他只需要一把枪毙逃兵的枪,而这把枪的主人是一个上位还是一个逃兵并不重要。 此时的永强即使没有完全明白这个道理,但也已经误了七八分。 第二天,两人驾车来到了下一个村庄,在村庄的一个农夫家,再次遇见了三个逃兵。 逃兵们占据了这里,把次帝全拿了出来,好一顿胡斥海塞。 这三个逃兵一看就知道是难对付的兵匹,不是随便吓唬就能搞定的。 一翻四辆之后,永强提出把他们收编入队,加入他的秘密调查科。 三人也觉得确实需要个名分,于是就欣然答应了。 就这样,臭名昭著的永强卫队成立了。 为了补充机样,他们走的时候把老乡家搬了个七七八八,再次上路,在途中又遇到了两个重机枪兵。 于是顺理成长的,把这两个人连同一台重机枪收编入队。 半路上还装模作样的对着一架经过的盟军飞机来了一梭子,结果连人家的毛都没碰着。 不过这种直点江山挥视方球的全力感,确实让永强爽到了。 就是这种感觉,汽车本来就没多少汽油,现在又拉了个重机枪,走了没多远就拉胯了。 永强只好命令中人,拉车前进,虽然速度属实有点缓慢,但是感觉咋越来越对呢? 再有个小皮皮儿就更好了。 正当永强坐在汽车里悠哉悠哉的享受时,一队执法宪兵队的军车从后面死来,为首帝也是一个上尉。 宪兵队其实就相当于军事警察,负责维持军队纪律,抓逃兵也是他们的职责。 上尉命令他们拿出士兵证,接受调查,而永强的士兵证上写的是普通士兵。 这要是被真上尉砍到,那下场肯定是就地枪决了。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,他只好硬着头皮和上尉争执起来,你是谁啊,敢检查我的士兵证,不知道我是受元首特意委托的秘密特遣队吗? 嗯?很秘密那种哦? 在德国,没有人听到元首的名字不哆嗦,万一这小子真是元首特派的,那自己不就坏菜了吗? 在永强的联盟带虎之下,上尉还真不敢打开他的士兵证了。 为了躲避后面的检查,永强声称要监督宪兵队执行任务,顺理成长地打算了宪兵队的快车。 他们跟随宪兵队来到了一个逃兵集中营,结果刚到门口,就遇到了之前追捕过他的皮昌山。 还没等永强开口,宪兵队的上尉就介绍说永强是领了元首命令来调查后方省事的。 皮昌山见了永强的模样,说了一句,我对人脸可是过目不忘的。 在这里,皮昌山大概率已经认出了永强的身份,只不过暂时没有戳破,因为永强伪装的这个身份,对他们来说就如及时雨一般。 进入集中营后,皮昌山与集中营负责人交谈了一番,两个人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永强一眼,随后便邀请永强一起喝酒。 席间皮昌山句句不理想要猝死逃兵的想法,什么他们是人渣了,他们浪费人力物力了,他们给集中营带来的压力太大了,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,这些逃兵必须得死。 但是他们缺少一个猝死逃兵的命令,永强是一个明白人,他已经听懂了皮昌山的潜台词,当场表示自己可以来下达这个命令。 皮昌山他们其实和酒馆老板没有区别,只需要一把枪毙逃兵的枪,而这把枪的主人是一个上位,还是一个逃兵并不重要。 只要日后东窗事发,有个背锅的就行,现在的永强已经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,所以在皮昌山词别之时,他还上前追问了一句,有没有想起他是谁。 利益交换已经完成,皮昌山自然回了一句,从未见过。 有了永强的命令,众人便开始准备枪毙逃兵,不过这一切受到了集中营司法部的阻拦。 司法部认为枪毙逃兵的举动并不合法,他们已经打电话给上级部门,对永强的认识身份进行核实。 随着享受权力的时间越来越长,永强的胆子也越来越大,在上级部门打电话来质询时,他继续编造自己的谎言。 不知道我是元首派来的秘密特险罪吗?啊?很秘密那种哦? 需要我打电话给盖世泰宝吗?让他们跟你们解释。 然而在死时的德国高层,大溃败的消息已经弄得人心惶惶,没有人真正想调查永强的身份。 一听他提到盖世泰宝就更不敢惹了,干脆又给了他一项成立简单军事法庭的特权。 现在集中营里的一切都由他说了算了,眼看着自己把电话那头的高层也忽悠过去了,永强的内心彻底膨胀。 紧接着一场屠杀逃兵的序幕缓缓拉开,他们把逃兵分成三队,每队三十人。 嘴里大声唱着行军歌走入自己挖好的尸坑,然后被重击枪扫射屠杀,断体残肢四处飞剑残忍至极啊。 看到这一幕永强感慨颇多,说起来他和这些被处死的逃兵有什么区别呢? 只不过是身上多了一件衣服,多了一个谎言,甚是荒唐。 残酷严肃的环境往往最容易诞生魔鬼,一句口号一声谎言就会充分的暴露人性。 我们常说不要考验人性,因为人性经不起考验,没有法律和道德束缚的话,只要稍稍一点诱惑,人性就会跌入万丈深渊。 尸体跌了一层又一层,尸坑里还有奄奄一息的逃兵在哀嚎,永强命令老田去结束他们的痛苦,老田不敢不从。 而这一去一回也吞死了这个老兵最后的人性。 这样的屠杀持续了足足八天,先后杀掉了百余名逃兵,很多时候都是房间内在举办宴会歌舞生平,房间外则是掩埋尸坑,哀嚎不断。 在战争的阴霾下,藏着的就是这样魔幻的场景。 屠杀期间有一名军官看不下去永强的暴行了,向上面汇报了此事,这天上面终于派人来调查。 然而戏剧的一幕发生了,来人还没来得及张口说话,就被一发炮弹炸飞。 盟军的空袭将整个集中营移为平地,也掩埋了永强的罪行。 然而奇怪的是,永强的护卫队一人为损,他们再次启程前往大后方。 一路上继续打着临时军事法庭的名号,招摇撞骗,无恶不作。 他们来到一座城市,以当地市长叛国的罪名击毙的市长,接管了这里。 永强住进当地最豪华的酒店,日日声色全马,夜夜九十肉林,活像一个土皇帝。 可惜好景不长,这天清晨,宪兵队还是包围了酒店。 永强被逮捕了,他的真实身份也因此暴露。 当地军事法庭对永强展开了审判,他本来应该被处以绞刑。 然而一名高级将领却认为永强应该重新处罚,因为他觉得永强并没有对德军造成什么损失。 他提出可以免除永强的死刑。 前提是永强加入一个作战组织,该组织要在德国被占领后,和盟军展开游击战。 永强文言立刻高呼元首万岁表决心,然后当天就顺着床单溜溜球了,傻蛋才去作战。 真正的智者都是高呼口号。 影片的最后,永强踏着矮矮白骨消失在森林暗处,本片根据《真实世界改编》。 永强的原型就是臭名招注的艾姆斯兰柜子手。 电影里发生的故事基本上都是真地。 直到1945年5月23日,他才因偷窃面包被英军抓住。 英军确认了他的战犯身份,他和同伙们被带到了逃犯集中营挖掘尸体,一共挖出195具。 最终他和6名帮凶一起被处决,终年21岁。